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劉芳慈 歡迎鎖定民視頻道 我們接下來30分鐘 透過我們鏡頭 帶你來走遍全世界 首先來看到鄰近的日本 受到氣溫上升的影響 北海道廣市的大山音 昨天已經宣布開花了 這是創下了統計史上的第三早 日本氣象庭在昨天也公布了 5到7月的長期氣象預測 也顯示了今年夏天 可能比往年都還要炎熱 也提醒未來幾個月 打算要到日本旅遊 或出差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小心高溫避免中暑 小朋友抬頭張望 看到粉白的花朵超級興奮 日本北海道帶廣市 在23號宣布境內的大山音開花 相比往年平均快了9天 在統計史上排名第三早 往年4月日本還是一片春天景象 今年卻相當反常 北海道札幌 時尚頭一次在4月15號 就超過25度的夏日標準 位於本州北部的星系秋田以及山形線 也在同一天飆破30度 關東地區的海灘更出現大批玩水的人潮 民眾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23號日本氣象廳公布 未來5到7月的氣象預測 就顯示今年夏天 全國各地氣溫都會比往年還要高 從南到北都熱到不行 學者分析認為除了受到海水升溫的影響 較為涼爽的偏西風向北蛇行 也是原因之一 全球氣候變遷 猛暑天氣可能成為家常便飯 專家就提醒民眾 今後要和房台一樣 小心夏天的高温危害 日新聞綜合報導 極端的天氣 鏡頭轉到中國 南方豪雨持續不停 廣東省好多地方 現在還泡在汪洋當中 昨天深圳連下了7個小時的雨 路空交通全都受到衝擊 廣東佛山日前還傳出有貨桂輪 撞上了九江大橋之後沉船的意外 11人當中有4人失聯 我們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這個事故跟洪水有關係 黑夜中大貨輪鏡撞上 我與廣東連接佛山與江門的九江大橋仿撞墩 隨後大船繼續前行 但沒多久就在不遠的丹桿舟水域沉沒 船上11名船員其人獲救 4人失踪 經初步調查 事故原因可能是受洪水影響 船員操作適當發生擦碰 意外發生在22號 專家已確認 橋深結構不受影響 但這已是兩個月來廣東第二起 船撞橋事件 而廣東進來也飽受洪災之苦 全市平均雨量65.5毫米 最大一小時雨量78.2毫米 大雨連下7小時 深圳的航班鐵路全受波及 實際上上午10點半 深圳南深的天空 船屋雲密布黑的宛如夜間 讓人不寒而栗 而響關的災情也接連不斷 吐石流 沖毀一切 不是道路貪風就是電力中斷 當局忙得四處搶救疏散災民 而洞庭湖的水位也持續高漲 甚至超過了2023年最高值 廣東趙慶頂呼山一百月夜賽事 20號也因為暴雨硬生生變成了荒野求生劑 所幸到場的一千多名選手最終全部安全 但明明19號就有暴雨預警 主辦方卻沒有及時取消 如今也遭痛批 不過天空不作美 不只下大雨而已 23號中國四川塗江大雪造成公路毀堵 民眾錯愕至極 而北京也遭遇暴風雨 與雞蛋大的冰雹輪番襲擊 包括香港正確 而不太遠 去北方 會獲得另外250 一半的雨漏 所以你開始加上那些 你會看見9、10米 在某些地方 氣象單位警告 今年長江中下游 洞庭湖、博央湖兩湖水系 北部可能發生較大洪水 而18號起長江流域 也將開始新一輪降水 影視新聞綜合報導 好 說到中國 我們來看的是美中關係 最近真的是降到史上的冰點了 不過國務卿布林肯 也在今天展開 危機三天的中國行程訪問 那麼預計這三天的行程 會針對包含台海、南海 還有俄乌戰爭的議題 來跟中方討論 布林肯此行也被認為 是替美國總統拜登日後的 仿中行程來先鋪路 不過就在他出發前一天 美國官方還發布了最新的人權報告 直接點名了 中國對於維吾爾族還有宗教團體 進行種族滅絕暴行 抵達中國上海 展開任內第二次仿中行 布林肯一下機 就和中國官員熱情握手 來個先禮後兵 這趟為期三天的行程 也看似軟硬兼施 布林肯將先在上海 與企業領袖和學生會面 上海行程結束後 布林肯會在北京與中國 高階官員會面 發新社報導 布林肯一年內二度仿中 原因不出地緣政治我旋 眼看俄乌戰爭戰火未歇 學者分析 布林肯此行的要務 就是遏止中國挺俄羅斯軍工 有助美國爭取時間援助烏克蘭 美國國務院官員先前指出 布林肯仿中行雙方討論的議題 包括中國支持俄羅斯 台海和南海問題 以及中東等 而其中台海當然是重中之重 國務院官員也指出 布林肯此行正值台灣總統當選人 賴清德520宣誓就職 可預期布林肯將向中方強調 不要挑釁台灣 避免台海情勢再升溫 中國學者也認為 美中雙方這次都會聚焦台海議題 一個中國認為最大的核心問題 就是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在目前的時刻比較關鍵 美國博士設法施壓 也要緩解於北京當局的緊張關係 香港星島日報報道 布林肯此行 也可能是替總統拜登日後仿中鋪路 報導指出 去年11月美中元首在舊金山會晤後 中美關係看似止跌回穩 不過就在布林肯仿中前一天 美國國務院22號發表 2023年度人權報告 布林肯直接點名 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進行種族滅絕 報告點出中國持續發生的嚴重侵犯人權事件 包括利用行政拘留來恐嚇政治和宗教人士 並詳細記錄了多個法輪功學員遭迫害的案例 報告也關切香港人權問題 譴責中國對香港自由民主的破壞 布林肯一年內二度帥團訪中 美中如何在這些議題上展開角力 外界密切關注 而中國近年經濟放緩也衝擊了就業市場 掀起年輕人的躺平趨勢 最近幾個月網友還發起了一波上班噁心穿搭的風潮 大家在網路上傳自己的穿著睡衣或是運動褲 甚至是拖鞋去上班這樣的照片 這也引發了外國媒體的注意 他們直指說中國年輕人是想要藉此 來反抗壓迫跟競爭 尋求輕鬆簡單的生活 介紹著自己的保暖頭罩 但畫面證明中國上班族 不是要去滑雪 而是去上班 佳容棉袄上衣 外加睡褲 甚至腳穿絨毛拖鞋 這套居家睡衣 就是這位民眾在2月寒冷冬天的上班裝 影片PO出後瞬間爆紅 這種上班噁心穿搭 成為網路熱門標籤 在微波觀看數達上億次 更掀起一波比醜比噁心的上班醜穿搭風潮 例如畫面中這名男子 法蘭蓉上衣 外加運動褲 甚至刻意拉高腰 而這也引發外媒注意 不只CNN 紐約時報也報導 這風潮和先前躺平趨勢相呼應 反映出中國年輕人對充滿野心和奮鬥的生活產生反感 以反文化尋求輕鬆生活 中國近年經濟成長低迷 許多年輕人選擇躺平 甚至對生活對未來只想消極以對 工作人員的成長低迷 在年輕人的成長低迷 在年輕人的成長低迷 很多年輕人不感動 一些的發文上有信息 such as my ugly outfit matches my salary and how gross my work is how gross will my outfit be 2022年中国官媒人民日报 在社论批评躺平风气 呼吁年轻人要懂得吃苦 但反观这次的丑穿搭风潮 人民日报没有指责 人民网评表示 理解上班族的调侃和自嘲 凸显当局也深知年轻人的躺平 和国家社会的压迫和竞争 脱不了关系 明世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体坛盛事巴黎奥运 要在7月26号登场了 法国国门戴勒高机场的航下 就挂上了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五环 奥运五环高挂在巴黎知名 戴勒高机场航下 象征全程进入奥运模式 巴黎奥运即将在7月26号登场 作为法国国际大门 让运动员跟旅客一落地 就感受到奥运氛围 包含巴黎奥运主席艾斯坦盖 法国体育部长欧迪亚卡斯特拉等人 跟机场工作人员 共同出席五环揭幕仪式 准备好迎接外宾来访 带勒高机场为了巴奥挂上五环 同时内在硬体也跟进升级 机场内亮相全新大型特规行李检验系统 让运动员各种形状的装备都能通过 机场预估运动员行李高达11万4千件 其中会有一万七千件是大型特规行李 可利用专属通道运行 8号开幕破百进入倒数计时 全程总动员共同迎接运动盛会 明星文综合报道 而知名的罗浮宫最近也吹起运动风 我们带来看看 罗浮宫大厅竟出现一批人 在教练的带领下集体做瑜伽 这一头大群人则是一起扭腰摆吞 跳起了舞来 塔尼斯的大师生人面相 则是从远处凝视 努力运动的人们 想遇全球的法国艺术电堂罗浮宫 场馆走廊竟也成了跑道 因为7月奥运即将登场 主办的法国巴黎当然尽全程之力 多复工也跟搭运动风 不仅推出奥运展 也难得打开大门 让巴黎人的活力颠覆通常宁静的时空 明星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加州圣地牙哥举办第一届的 学术无人机世界足球比赛 参赛选手从国中生到大学生的学生们都有 每个人都要会写程式设计无人机 好骄傲 来借有这个操作无人机 抢下空中士组的冠军宝座 球体起飞 穿过红色圆圈得分 乍看之下还以为进入电影 哈利波特的奎地奇空中球赛 不过这项空中足球运动靠的不是魔法 而是操控和设计无人机的科技实力 一架前锋四架后卫防守靠巧劲 阻挡对手进攻 无人机外前围起足球形状的笼子 作为空中碰撞时的缓冲 美国科罗拉多州这所高中 无人机足球队员如火如荼练习中 希望在23号到25号 加州圣地牙哥举办的首届 学术无人机士足赛中 拿下号尘机 专攻航空工程的老师 变成士足赛的教练 这一架架无人机 也是学生合作 共同写诠释打造 极性快乐 当然也是自己修理 以游戏的方式让学生学习科技与团队合作 明师兄联心综合报道 大象在泰国被视为神圣的动物 那么法律还规定禁止猎杀 但是近年来受到气候暖化改变了他们的漆地 所以大象开始频繁地闯进农田跟住宅区 破坏了农作物之外 还会攻击人类 甚至还会像这样子拦下了载运甘蔗的卡车 收取另类的过路费 卡车载运满满的甘蔗 才开到半途就惨遭拦截 只见一头大象等在路旁 每辆车都得抽个两根 否则就挡路不给过 像这样被大象抽过路费的景象 在泰国已经是家常便饭 农民的田地遭到大象闯入 心血全都泡汤 却又拿它们没办法 因为大象在泰国被视为神圣的动物 法律规定不能猎杀 多达4400头野生象 除了破坏农作 也经常传出伤人事件 过去一年半之间 甚至有72人遭到大象攻击死亡 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 原本隔开大象棲息地的湿地 因为干旱而消失 象群才能够长驱植入 创进人类的生活区 就算搭建围栏 也挡不住它们 防堵大象越界 在地居民组成警卫队 出动无人机监控它们的行踪 只要发现有大象 泰国靠近住宅区 就在附近生活 向跑它们 如何不伤害大象 又能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泰国政府和居民可说绞尽脑汁 米时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有一名九岁的男孩 一直想要养一只章鱼 有一天爸妈终于帮他圆梦了 不过没有想到 当时章鱼已经怀孕 最后一口气生下 五十只宝宝 九岁小男孩卡尔 爱章鱼成吃 圆梦的那一天 不经喜极而泣 父母送他一座水族箱 和一只章鱼 想不到却是意外的开始 搞错性别不打紧 重点是这只章鱼 早已猪胎暗结 接下来就是产卵孵化 卡尔手上捧着 刚出生的章鱼宝宝 再度感性喷泪 突然间一只章鱼 变成五十只 而且每一只 都必须分开照顾 这家人还历经水族箱 管线漏水 毁掉地毯和木地板 育儿甘苦也po上社群 和大家分享 章鱼妈妈和一半的宝宝 都活了下来 其他小章鱼 则被送去教育机构 尽管发生一连串风波 但卡尔对于章鱼的爱 还是永远不变 民事新闻出版综合报导 三级恋意已经不稀奇了 不过您可以想象 纸平一台列印机 就建造出整座社区吗 这是美国有团队 在一年前曾经打造出 第一栋3D列印的环保屋 最近他们把这个列印机 再放大 计划几年之内 要3D列印出 整座社区 白色简约风格 搭配木质材质 眼前这栋充满现代感的房屋 就是2022年 美国缅营大学打造的 3D列印屋 现在团队野心更大 不只要印房子 还要盖社区 用来盖房子的前一代 3D列印机 曾经是世界最大台 但是没有最大 只有更大 属今团队打造的 新一代印表机 是原先的四倍大 2023年全美游民人数 创历史新高 如今可能找到了解决办法 未来打造梦幻家居 可能只需要一台 3D印表机 明星新闻 陈怡婷 综合报导 最新的国际气象 把时间交给AI主播明星 哈喽 大家晚安 我是民事AI主播 闽西 世界上离家最远的人造物体 无人太空采测器航海家一号 他在12年前就已经离开太阳圈 进入神秘未知的星际空间 美国太空总署的工程师 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终于让已经运作46年的航海家一号 开始恢复正常通讯 未来他会在太空深处带回什么讯息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接下来 来看今天的国际气象相关消息 欧洲国家希腊已避海蓝天闻名 但来自北非的沙尘暴 让希腊的天空瞬间变成橘红色 同时炎热的天气 导致希腊在24小时内发生25起烟火 预计星期三风向改变后 当地才会放晴转凉 现在来看国际主要城市的温度 东京、大阪、首尔 最低时度最高25度 新加坡、雅加达、河内 最低25度最高33度 吉隆坡、马尼拉、新德里 最低25度最高38度 纽约、洛杉矶、芝加哥 最低3度最高16度 伦敦、巴黎、莫斯科 最低4度最高19度 其他最新国内外消息 请大家持续锁定民事新闻 我是闽西 接下来把现场交给主播 我是刘芳慈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也请持续收听我们各节Podcast 带给您最新最及时的新闻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